COME ON 終於都夾到了 不是真的會出現我 走吧 大家好 我是小妹 我們現在來到 蝶谷啦 我現在來到海上鳥居啦 好久現在終於到了這個港島城啦 明星期間 綾芙 早上就是了 今天在廣島裏面的第二天 也是我這次的旅程第三天 今天的行程十分之豐富 現在早上的時間是七點多 我告訴大家早點起床 帶大家去看景點 我是做得到的 當然我沒去到那個景點 今天的行程會先帶大家去 那兩個... 其實我還沒找到資料 我去了那兩個核爆子彈的地方 總括來說就是早上走幾個景點 在廣島市上面的一些景點 再回酒店拿東西之後就出發去 廣島一些必去的景點 就是海上鳥居 那我到時就告訴大家 我覺得這次的行程都十分之豐富 所以你們記得看下去 我現在吃的早餐的時候 這裡的環境其實不錯 因為它有一個玻璃很大塊 你可以看外面的景點 雖然不是說好像很高 好像去到一些塔上面這麼高 但是早上看著它吃早餐 的而且有多舒服 那我的早餐上面會有 肉脂、菜、牆、餃子 然後有兩塊雞扒 煙肉、蛋、蘋果汁 然後最重要是有麵士湯 但是我看到很多日本當地人 他們自己會在這裡拿定食 拿飯 有烤魚 他們習慣早上吃早餐 吃定食 但是我就吃一點東西 然後再配麵士湯 暖暖肚子 好了 現在酒店出來了之後 現在早上的時間八點多 我現在正式出發去 龍島和平資料紀念館 即是原子彈博物館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今天會去三個地方 這裡是一個故事 是附近的 如果大家要去的話 網上寫基本上是乘電車去的 我昨天說過那個電車 你可以乘過去就不用走 但是其實呢 我覺得廣島市這裡 就不是說真的好大 其實走過去 每一個地方都是15至20分鐘的時間 你當它風景又好 各樣東西都好 我覺得走過去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因為至少你走到 不是走不到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安排 如果真的要去的話 因為我上網看 大家都說一定要來這些景點 那我也不例外 我想帶大家看多些不同的東西 因為廣島不是說真的 特別多東西吃壇 買衣服的地方 所以應該會看景點比較多些 那這三個地方 我就先走到紀念館 因為紀念館我想知道它的故事 我知道完之後 就去看它真實的東西 暫時是這麼多 那我去到那裡再和大家分享 在我酒店走過來 因為剛好近我酒店那邊 其實我走了六分鐘至七分鐘 我們已經到了港島和平紀念館 那我現在就準備進去 我昨晚上網看過 它說進去 你會感受到那種悲傷 憤怒 即是當時那種的感受 即是這麼久以來 我在YouTube上很少分享一些 這樣的紀念館 或者什麼 當初我表姐叫我去的時候 我說不是吧 但當我真的做了私事搜集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挺有興趣 可以感受到國家當時的感受 我覺得好像很棒 這是它的資料館的開放時間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入場費的話 一個大人就200日圓 學生的話就100日圓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時間和入場費 進來這裡已經可以給大家看到一張很大的相片 好像實景 你現在站在那一刻的案發現場一樣 就是世界大戰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這裡炸完實景 看到建築物塌了 各樣東西 現在相機看上去未必有那種震撼感 我現在站在這裡和相機的分別 是真的有點分別的 我站在這裡是真的感受到 嘩 就是當時炸完那種感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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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現在這裡可以讓大家參觀一下 在現場看的時候你就會看到駕駛點 都是一個值得來的地方 我現在去完這兩個地方 下一站我去哪裡呢? 就是去宿景園 宿景園是一個廣島必去的旅行景點 它是一個類似公園的東西 我昨晚上網看 我上網上也寫說要搭電車 但我也是選擇走路 因為我在Google Mac 上找 走路說半個小時 其實你一直走的期間 你會看到不同的風景 我喜歡旅行走路去不同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走路 你可以上網搜尋去搭什麼車 那我就走到那個宿景園 再告訴大家 宿景園是怎樣的 轉眼間 我就來到這個宿景園 走了四個小時 我就到了 大家上Google Mac 搜尋 怎麼走 都不是很難找的 我都沒有當塞過路 他說入場就是這裡 入場就要買入場券 現在先貸入場券多少錢? 這個就是他的收費圖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大人的話 正常一般就是260日圓 大學生學生 總之我們不會有機會 是用到這些價錢的 我們都是260日圓 因為我們已經過了18歲 對不對? 所以做260日圓 不是說你們是羅華 好嗎? 我上網看 宿景園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公園 讓你進來這裡拍照 我剛剛看到有些人 穿了和服 特意過來這裡拍照 的確這裡的景色 和一般的公園 各樣東西是真的不同的 我覺得二百多人進來 拍照 還有我進來是放鬆的 有時候去日本 有時候去這些地方 我昨天也說過 是會有些放鬆的感覺 變相就是 到處看看景色 到處拍照 如果一些拍照 發燒友 八婆喜歡拍的 牙痛 腰痛 這裡適合你 這裡適合你 可以治好你的牙痛 要慢慢拍爆 我上網看到這幅 還有前面的小型 我稍後給大家看 前面一個個小型屋 遮著花 還有樹 我被它吸引到這個地方 我看到它多漂亮 多特別 我還沒見過 這個東西在拍照 你覺得它像不像 一些稻草人 或者一些薑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很像薑 蘿蔔 還有這個 稻草人 它有沒有寫它是什麼 很搞笑 所以我先拍照 這裡真的很漂亮 很多哥哥會帶很大的相機來拍照 這裡你們拍照一流 我眼見和你們相機見的景色是一模一樣 這裡很清休 很舒服 然後有些艇可以給你拍照 各樣地方可以慢慢拍照 這裡可以留一個多兩個小時 這裡真的是地方 我很建議大家來這裡 現在是下午的時間 十二點半 我剛剛就回酒店拿去行李 我現在出發去宮島 就坐電車出發去 我上網看好像說坐四十五公車程 一會兒去到車站再告訴大家 怎樣坐車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我去研究一下再告訴大家 好 我們現在在這個電車站 如果我們怎樣去呢 我們現在的地就是這個紫屋丁東 我們就要往這個紫屋丁西的方向 我們坐二號線 我們一直下 一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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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去到總站 無需轉車 你就會去到港電宮島口 去到這個站之後 我們坐船 就會去到宮島站 我們現在來到宮島的這個車站 我們還未到的 我們到時候再去這裡再坐 我們現在就走出發 但我表姐說呢 來到這裡 然後這個位置 就叫我買個鰻魚飯 很好吃的 那我現在要到處找一個鰻魚飯 然後我再坐船過去了 我們現在來一個鰻魚便當 我這一間是最便宜的 因為每個便當呢 外面都要賣1700或1500日圓 我這個1300日圓 那我立即煮 立即拿給你的 看看它的樣貌如何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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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好像真的挺漂亮的 好像很漂亮的 對呀很漂亮 我這樣這個角度看 吃得好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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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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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它還有一點點餘溫 好快點吃了 否則等到我上船吃 其實應該會冷的 嘟嘟嘟嘟 那鰻魚飯上面呢 它鋪滿了這些鰻魚汁 感覺都不錯 但不是說很重口味 最重要是嘟嘟鰻魚 它應該是 它燒到鰻魚呢 外面是有少許脆的 OK 但是鰻魚不是很滑 不是很肥美 不是說真是很世界宇宙克服 但是 如果以便當來說 我就覺得是 高分的 便當來說 它都有八十九三四 但不是說真是世界級美 但我也會很滿足 好 剛剛下船了 現在的時間是三點十五分鐘 我現在呢 下船後 第一時間就先去酒店 下船後 其實一下船 你會在沿路上 看到很多小鹿 沒有內糧那麼多 街上可能有八隻十隻 小鹿 給你拍照 各樣東西 但你要小心點 你身上有沒有東西吃 因為有腸 你的東西吃 不斷炸你的東西 所以你要很小心 我現在先去酒店 再放給大家看 我剛剛進了酒店就出現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酒店 裡面是有湯匙 即是人工做的類似溫泉 但效果和溫泉一樣的地方 我今晚的酒店都有的 放下了行李 我直接就出來了 為什麼會客人這麼快呢 因為這個公道 其實很早些東西就關門 現在已經是下午三點幾 我想介紹多些東西給大家看 所以我就趕快出來 晚上再慢慢玩 再介紹一下其他東西 因為我剛剛問那個姐姐 那個姐姐都說 這裡大部分都是六點五點多就關門了 所以我們都要足夠時間 去到處看看有什麼 解釋給大家 進來沿路上 有很多商店的店 有些有食肆 這些全部都是 五、六點就關門了 其實正常人進來 都不會太晚進來 大概八點、九點起行 你過來這裡 都可能十二點、一點 你可以慢慢走四、五個小時 我之前去了幾個景點 我又不懂路 找了一段時間 所以晚了進來 都沒辦法的 最重要是感受到那個地方 我也覺得可以的 我們會不會再次看 我現在來到海上鳥居了 現在是下午3時多 如果晚上水退的時候 你可以走外面拍照 現在我站在這個地方 本身全部都是海的 現在水退了 上網看照片 慢慢退後 就可以在鳥居下面拍照 第一次見這個鳥居 我覺得那種感覺很有滿足感 因為平常只會看朋友 Facebook、Instagram 但是真的自己看到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挺漂亮 拍照出來的效果也不錯 這個商店街上有很多這類型的飯殼 很多這些款式 我覺得做得很漂亮 而且不同的店舖都會有這些小小的鳥居 做一些擺設 我覺得很漂亮 在商店街上慢慢走 你又可以看到不同的東西 我覺得蠻好玩 你看到現在這裡很多人 這裡的人全部都是排隊吃這個東西 作為一個經常見到人排隊 覺得很棒的東西的時候 我怎麼會不排 這個就是宮島裡面的一個算是名產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饅頭 這個是炸饅頭 即叫即做的 有三個味道 我點了小豆味 應該真的有紅豆味 我先試一試 不懂形容 我喜歡這樣說 特別 味道很好吃 它吃完饅頭炸饅頭 裡面有個鹹 然後呢 它外面 它只是炸 但它裡面好像撒糖 但我看不到它撒糖 但是呢 帶一些甜甜的味道 我覺得真的很特別 你看到你一定會試 其實很老實 很多人看到嗎 滿滿的 我覺得挺好吃的 這個是值得一試 那個奶黃味的感覺如何 外脆 內軟 再內層的 是Juicy 很好吃的 越吃越好吃 香港吃的 一定會有的 送什麼 送有益味 這些都是不送的 對 這裡是不包有益 Sorry 對 每一次 都橫排隊 跟著吃 永遠都是一種很大的滿足感 而且吃到一些很好吃的東西 嗯 這裡更出名是這個饅頭 我為什麼買一盒回去做手信呢 好像真的挺棒的 因為它那裡有很多名產 那些手信呢 全部都是賣一些饅頭 不過不是炸的 好像挺棒的 讓我看看會不會有機會買一盒回香港 這裡就是宮島的商店街 這裡有一條很長的街 有不同的店舖 裡面有些有賣食物 有些買一些手作的東西 跟著有些手信的店舖 整條街這裡都會有一些不同 基本上每一檔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不過商店街通常都是這樣的 哇 這裡很多人排隊啊 我還沒看吃什麼 我已經站在一路排隊了 Yes 那間店店很多人排隊了 那我也在看排什麼 那本來買的東西 全部都是一條條條狀的東西 然後我發覺每個人都買這個蠔餅 然後我再想一想 不是啊 廣島是喜歡吃蠔的 那它的蠔餅應該也挺棒 那我沒吃過薯餅型的蠔餅 那我現在試一下好不好吃 不錯啊 不錯啊 挺好吃的 還有沒有一條蠔吃完之後 有腥味的感覺 這個挺好吃的 不夠啊 這個買250日圓 但我覺得挺好吃 嗯 這隻蠔也挺比我想要的 我以為我一般都買了 但原來沒有一般都挺好吃的 現在只是下午四點半 現在開始陸陸陸陸陸 都有些店舖已經在關門了 這裡有很多大部分 八成的店舖都會在五六點關門了 但某五六間店舖就會收晚上10點或11點 但不是全部收那麼晚 這個伯伯已經在準備收門了 這裡這麼多人排隊排什麼呢 就是排這個燒蠔 這樣吃的蠔我覺得它有點生 所以我就不太好 但如果大家吃燒蠔的朋友 可以不妨試一下 因為都看到我排隊 那些這些伯伯 這就是台車的 他們的問題 喂 細妹 跟大家說個哈囉 細妹 大家好 我是細妹 喂 妹頭 妹頭 每隻腦都好像有什麼名字 妹頭 跟大家說個哈囉 你這個大妹頭是嗎 妹頭 妹頭有性格 我喜歡 現在是午五時的時間 你會看到人們開始人潮去碼頭方向 因為他們已經看完鳥居或參觀 商店家開始關閉 變相這裡的人開始走 因為都晚了 你出市區都約六七點 正常你們來玩的話 我見你們早上來 但我現在這個時間來有不同 我可以拍晚上的鳥居 我可以拍眼罩、黃昏、夜晚的鳥居 有不同的風味 我這次還住在酒店 更加不同 可以在這裡留一整天 所以就變相有不同的風格 一般來宮島旅遊 通常都會很早來 不過我覺得 其實十一、十二點你會來到 你可以走四、五個小時 因為它本身是有纜車乘上去的 如果你乘上去 你可以在山上看風景 然後慢慢走下來 然後它前面還有一個水族館 這兩個地方我這次就沒有去到 沒有來感受旅遊的東西 我都感受到它的商店街 或者鳥居 或者一個神社 各樣東西我都感受到 其實已經覺得很滿足了 這邊這大的飯殼 如果大家買回去 可能未必有用的話 你不可可以看一下 這些小小的鎖匙扣仔 我選了這個達成 它只是500日圓 我留下一個紀念 始終這裡都是買這些為主 所以買一個回去留念 每次旅遊一定會有一個磁貼 今次就買它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世界遺產 就來到這個鹽鳥居 這入場費是300日圓一個人 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這裡有什麼看 多一隻 不是 多一隻 好了 走完所有東西 我現在進來這個鹽鳥的神社 入場費是300日圓一個人 這裡是約5點半至6點 好像5點半 大家要預算一些時間 一進來就到處拍照 你看這裡有多漂亮 就這樣拍照已經很豐富了 再慢慢看看不同的神社 各樣東西 看看風景 這裡外面也可以拍到那個鳥居 所以慢慢看看 我看到有什麼特別的 再告訴大家 大家現在看不看到 現在開始水漲了 變相要看時間 有時候水退的時候 剛好黃昏時段 它就可以走出去 這次黃昏時段 過了之餘 它還要是水漲了 變相大家拍照的時候 跟它的距離會比較遠 我剛剛走完這個鹽鳥神社 其實沒什麼特別 那你自己試乎 你自己會不會進來看看 其實沒什麼看的 純粹全部都是基本上走這幾條路 那外面是拍照的鳥居 就是用一個不同的角度去拍照的鳥居 我才會這樣覺得 你說它裡面的神社有沒有東西看呢 就真的我覺得沒什麼 那大家可以 量一下來不來 我覺得 進來可以拍照這些環境 我覺得OK的 那如果你說我不是很好拍照的 我覺得你可以不進來也沒問題 好啦 那我們現在拍完 哇 拍片這樣看上去好像有多漂亮 好啦 現在我們拍照 已經到六點半左右 其實基本上這裡整個地區都開始沒什麼人了 現在只有一幾個人 在拍照最後的鳥居 這樣就完結了 基本上他們都應該出回碼頭了 現在就回到那個風淚那裡 其實風淚就是酒店 那我們就回到那裡 看看裡面究竟是什麼玩法 因為從來以來都沒試住這個地方 好 今天一來就要說多謝了 好啦 我帶大家來你的wom tour 一進來就會看到很大的風淚 就是全身鏡 然後這裡就會有一個鞋櫃 這裡就是拖鞋 但是拖鞋就不可以穿在裡面 總之任何裡面的地方是不能有穿的 那我穿拖鞋可以在這個館內裡面穿 但是不可以離開這個旅館 然後那些鞋子就放在這裡 那我們再進來就好 然後進來 其實我沒看過任何東西 我就先拍給wom tour 因為我有最底下的反應 然後就是衣櫃 哇 衣櫃很大 然後這個衣櫃很大 可以吊兩隻乳珠 然後鞋子跟以往的是不同的 它是用鎖匙的形式 即是比較古代的 然後你會看到 為什麼好像有兩個買菜籃在這裡呢 那就是因為這裡下面可以浸那個 剛才說的那個溫泉的功效 但其實它是仿溫泉的意思 那就是用來浸泡熱水 然後這個位置就有些毛巾 那這裡我們一會兒 如果要下去或者各樣東西 就留意一下 都是要存在的 OK 即是一會兒又要展示我完美的身體 下去這裡浸東西 那這裡就有這一塊 這一件袍 那裡面就應該是乾淀淀的穿 然後或者你穿下去的時候 可以抱著underbill 總之你去浸的時候 就什麼都不穿 那一條腰帶呢 一會兒換給大家看 下一個地方 是不是又是衣櫃 這麼多衣櫃嗎 哦 哇 這裡是放榻榻米的地方 即是你可以放榻榻米 咦 那真的可以多些朋友來住 應該都沒問題 然後有枕頭 你自己加的 放在這裡你自己加的 有枕頭 皮鋪 那你可以做榻榻米都沒問題 啊 一會兒拿出來試試看 真的 我這次住這些酒店 我這麼久以來 在多拉A夢 花絲拉塔那裡 這是這次第一次去見證這些東西 我覺得挺新奇的 這裡有一張桌子 然後還有櫃 還有雪櫃 那這個雪櫃就會有一個甜品 這個是貨給我們吃的 還有兩支筍 朱平姐精神 是外力炒了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看這個 什麼來的 不知道會不會是藍貫曲奇呢 有沒有很多茶具的灰杯碟碟 好 我不要教你了 這是我們年輕人不喝茶的 這些樓花餅 你們這些年輕人可以喝茶的 OK OK 好 進來最主要的就是 還沒介紹廁所 好 反過來我們先介紹廁所 哇 廁所也挺大 哇 廁所很漂亮啊 真的漂亮啊 我們先介紹這裡 這裡就是洗澡的廁所 這裡就是浴缸 然後 哇 夠我浸 這個又夠深又夠浸 又夠深又夠浸 是什麼意思 就是夠浸 然後你可以坐在那裡洗澡 哇 這個廁所真的很大 然後這裡就是洗澡盆 重提上是否也要找東西去找 沒有東西去找 謝謝 OK 看一個 這個是噗噗椒的地方 噗噗椒的地方 哇 紙巾包著很漂亮 這個是廁所 廁所不用介紹吧 來到房間的重頭 我很喜歡這一類型的酒店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進來之後 又是卡通片 或者電視劇 才會看到的畫面 這次真的在我情景上出現 一個坐在那裡 你和你的白婆朋友 聊聊聊天 然後在那裡喝茶 這裡有些茶 就是喝茶吧 八婆 然後吃餅吧 八婆 你可以一邊吃餅 就可以坐在那裡 這裡有個電視機 這個位置也挺大 你放兩個行李 三個行李 也沒問題 然後最主要的就是兩張床 為什麼會背著呢 我當初進來的時候 看不住呢 因為它是看到鳥居 但我這間房間 看的鳥居 剛巧有個樹蓋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兩張床的尺寸也挺漂亮的 它的擺法好像有抑鬱 哈哈 就是兩張床 兩個同類的人一起有抑鬱 OK 不要緊 最主要的就是它的景 它的景就是 黑色的朋友 OK 這裡就是我們的景 你會看到黑黑黑黑 不要緊 遠處看不見了一顆花 這個就是鳥居 你會看到 因為被棵樹遮住 剛剛沒有這個位置 它的夜景就是這樣 對面就有不同的旅館 現在距離我的晚餐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現在很壓力地 泡茶吃這些點心 這個是他們官島最有名的特產 但這個他們自己在酒店做 我現在先吃東西 因為我預約了7點半吃飯 距離7點半都還有少許時間 一會就吃完晚餐 然後應該休息一會 因為他說這段時間 比較多人去泡湯 會比較多人 我怕是一龍江裡面有幾個人 他說沒有排台座 我還沒下去了 我再告訴大家 他大小 他說現在這時間 晚上一定是最多人泡的 就決定晚點吃飯 回來一會晚上才去 然後我再問他 其實現在多不多人來 他說現在都OK的 他說最忙的時間 紅葉的時間 是全預約滿了 你問我 如果我這次的感覺 就是你問我 方不方便 但真的很少可以 只要拿行李箱進來 看完鳥居再住一晚 除非你和家人來 我真的十分之建議 因為我覺得挺正的 但基本上我們的話 現在6點多7點 你晚上的行程就沒有了 你只可以留在酒店的設施 酒店裡面有一間商店仔 然後還有一個炮溫泉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吃晚餐 那它可能是9點10點 所以對於我們來說 可能未必會喜歡 而且特地拿行李箱進來 其實有點不方便 但如果你說我和家人 我想漂亮一點 他們舒服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不錯 你把影片給大家看 一個感覺都OK 所以暫時的 feedback 我問了他 我說我可不可以下去拍照 或者拍一些影片 去拍炮的地方 他說如果沒有人的話 我就可以任拍也沒問題 當然有人 難道有人拍他的少少尿嗎 那我到時再告訴大家 應該會怎樣 現在到晚餐的部分了 晚餐這個有芝士球 然後這個是生魚 蝦 鰻魚 然後這個是海參 然後這個是日本的番薯 然後這個是小丸子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沙律 然後這個沙律 就是一些啫喱 這個原來是豬肉 八爪魚 然後這個是梅酒加水 看到好像吃這麼少的東西 這個是前菜 然後另外這個還有一個河的火鍋 還有這個生魚的拼盆 之後它會陸陸續續上不同的晚餐 這個晚餐就包了 平時看我換這一家 看得多 這些類館安排給你的晚餐 這次真的第一次可以試一下你的晚餐 由頭盤到冷盤 然後到火鍋 另外還有其他東西 我覺得很特別 如果你們需要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再安排這晚餐 我先吃東西 因為我每天都沒有特別吃了什麼 我現在這個是鰻魚壽司 如果大家像我這樣 有些生魚不吃 我不知道是否適合你吃 這些日式的晚餐 因為像這些生魚拼盆 有些生魚的位置 你未必會很重 而且這些火鍋當然沒問題 這些沙律裡面也會有些生豬肉 所以你未必會適合你 這個就是我們第三樣東西 這個就是蠔的一個邊爐 火鍋 就是有些菜 然後最主要就是有三隻蠔 廣島最有名的就是蠔 所以蠔這裡當然不少 他就叫我們攪拌 令蠔更加熟 不要那麼生食 那下一個是什麼 就是廣島最有名的蠔 這是烤蠔 就是本身是燒熟在裡面 然後還有擠檸檬汁放在裡面 可以享用 嘩好像很棒 好 那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蒸的燉蛋 上面這裡就是海苔 然後裡面就是燉蛋 然後裡面就有些蠔肉在裡面 的燉蛋 小小的 下一道菜就是這個燒牛肉 但是它的樣子好像燒到生 那你們到時都看到 真的接受不到 記得跟它說一下 好不好燒熟一點 因為我也覺得它很生 下一個味道就是這個千芙羅炸蝦球 這樣有三顆 另外有些小小的配菜 這樣蘸蝦醬 下一個東西應該是最主打的 因為是飯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應該是鯛魚飯 那到最後一件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甜品 但甜品就是一個 甜品就是一個 甜品就是一個生果啫喱 裡面有一些豆腐 基本上所有東西都很日式 要看你自己吃不吃魚生 那樣東西我也是那句 如果你不吃的話 這裡未必適合你吃 而且它的味道不是很好吃 但是變相你外面有沒有東西吃 所以你唯一一條選的路就是 你選擇閉著眼睛睡覺 要不然就一定要來這裡吃東西 我來感受一下這個日式的晚餐 我覺得真的都OK的 因為我真的沒試過 所以我第一次感受 慢慢慢慢吃 我都吃過一個幾粽 但其實我不是一直吃的 吃完等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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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吃完之後 馬上換一套漂亮的衣服 這樣下去 這樣一個湯肉 應該就在這裡結束了 這裡就是樓下的一層 這裡就是那個湯匙 有男湯匙 有女湯匙 這邊就是旅館裡面 一個賣手信的地方 這裡是週十點 其實它賣的東西都沒有太特別 純粹都是它們本身的名產 那些饅頭 然後一些手信的東西 沒有太特別 不過你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可以下來走走 因為附近都沒有東西走 我眨眼就換了這一套衣服 我現在就準備下去 這個湯匙 那樓下不可以拍片 那我就不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那我稍後回來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這個體驗如何 這裡就是湯匙 進來就放了衣服 在這個樓上 你浸完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裡吹頭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裡面就是全裸的人 那我就不能進去拍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先換衣服 現在溫泉裡面沒有人 我問過酒店的質疑 他說可以繼續拍片 那這個就是裡面的湯匙 這個是室內的 那大家來到這裡 然後坐在這裡 沖洗澡 沖洗澡之後 你可以在這裡浸泡 那這裡可以洗澡 裡面就是室內的焗桑藍 那裡面來講 就只有這裡和這個地方 這個桑藍就不是說真的很大 那亞灣坐六個人已經滿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出了室外之後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溫泉 另外上兩級樓梯 上面還有一個很小的溫泉 你說這個戶外那個大不大 好老實說 我想三個人已經開始叫擠 另外這個溫泉 就走上這幾級樓梯 走上這幾級石頭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 好黑喔 好黑喔 其實拍不到 就是一個圓形的一個池 其實下午看上去 或者現在我實在看上去 是挺漂亮的 一個竹筒 一個圓圓圓的池 不過你們應該看不到 有看一個邊 就是這樣 現在三個池都浸透了 總括來講 其實真的很舒服 我來講這些全部和溫泉 都是一樣的舒服程度 你是喜歡沖熱水涼的人 你進來會覺得 哇 你全日去旅行的累 全部在這裡放鬆出來 是真的好舒服 所以大家 如果喜歡浸溫泉 或者一個東西的話 我也覺得 在酒店裡面 浸完好舒服 好舒服 就可以回到酒店睡一場漂亮 我覺得這樣挺享受 還有這個天氣來 就變相 你就可以享受一下 上新凍下新暖的感覺 夏天來就不是這個感覺 不過夏天來或者秋天來 就不同風景 大家自己衡量一下 那我現在快點收到相機 因為我都拍攝其他東西了 好 現在是晚上的時間 11點03分 剛剛浸完這個湯匙之後 我晚上不是吃過晚飯的 然後它的飯 如果吃不完 它會幫你練成飯糰 剛剛好 浸完之後 我之前在便利店買過來 這個我想跟大家說 一定要買來試一下 好好喝 十分十分之濃郁的味道 然後呢 它是有一種很濃烈的奶香味 然後搞到整件事 比以往本身的酸辣已經很濃烈 我覺得它濃郁的程度有兩三倍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今天帶大家去很多不同的景點 說到沒有很多特別的地方 逛街買東西 你邊廂就會上網找資料 去找一些景點去逛 久不久逛逛這些景點 其實真的會挺開心的 我覺得我的旅行心帶轉了 以前又喜歡吃貨 我覺得現在的景點是一種很治癒的感覺 很開心 走完之後很放鬆 明天就會回到市區 然後再去機場 再搭飛機去東京 然後再回香港 明天起床 再帶大家看看有什麼玩樂 我們明天再見 今天是最後一天 今天其實沒有什麼行程 今天直接去機場再轉機 回香港 我現在是早上時間的七點半 我今天就吃一些日式的早餐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吃什麼 他昨晚問你你想吃日式還是美式 我們就選擇日式 日式就是這樣的 有個定食的飯 有個沙律 有他們的鰻魚 鮭魚 還有這個肉質 現在這裡有一點前菜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蠔 就是這樣攪拌吃的 另外有個麵士湯 然後有個甜品 還有一個豆腐 這樣 對了 這個就是他們日式的早餐 那我吃了東西 然後再見 我現在到機場 然後我很餓 然後找東西吃 因為我已經出了院 一會兒由廣島飛回去東京 我現在太餓了 然後我覺得 就覺得臨手離開廣島之前 你一定要先吃到廣島 那我看到沿路上也有很多人吃 他說他是人 我先試一下 不過一個人吃這麼大 也挺厲害的 我沒喝過 在機場吃的質素 比我在外面吃的質素還好吃 而且外面那間 是跟我說老店5號 我想說這間很好吃 比大阪書還好吃 哇 那些鍋氣味很重 然後加上蔥更香 這間就OK 這個GoodCode裡面 然後有一間 專門來賣廣島燒的一間 很多味道不同 但是 我沒想過我沒吃 重點是它燒得很有和 它馬上叫 馬上燒 然後很有和氣 然後加上蔥 超棒 醬汁超濃郁 那我先吃東西 那我一會兒看 飛到東京再拍不拍 給大家看 嗯 好了 我已經由廣島飛回去東京 東京再飛回香港 那我已經回到家了 那這次四十三天體驗之旅 就去到這裡了 其實我這麼久以來 真的沒試過這樣快閃 那這次的體驗 我覺得都蠻好玩 那如果下一次有機會的話 我都希望可以再長一點 因為我覺得長一點的話 那時間多點 你可以去多點不同的景點 相信今集的內容 跟我以往拍片的內容 真的差很遠 因為這次真的去了很多不同的景點 我以前真的不斷地吃貨 那這次第三集 這樣拿著很多不同類型的景點 那可能一向看我吃貨的朋友 你會覺得悶 每一個旅行都未必是一定吃貨的 那有時看這些景點 都可以看我另外的一面 那我經常看我吃貨的話 那我所有觀眾都已經被我吃了了 那我今天看這些景點 我覺得都很開心的 那希望今次這個四日三夜的 東京廣島體驗之旅 可以幫到大家 那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快閃 到時候參考一下 那你多一兩天應該會更好一點 那我們下次留言再見 拜拜